欢迎回来基于是深度调查报告的封面故事单元 我们来看这对双胞胎兄弟 国小的时候在学校是小霸王 把老师气到干脆提前退休 后来在台南新化爱心陪读班 他们两个人碰到了一位阿丹牧师 结果两年之后脱胎换骨 小霸王不只被拉回了正轨 还成为全校模范生 那么现在兄弟两人长大了 决定把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热情回馈到这个陪读班 感恩与传长的故事 台湾最美的风景 以前没有什么提罚不提罚 老师就是一巴掌就打下去 然后结果他耳朵就流起 我们就全班冲上去围他 我就是直坐在那边 然后老师就突然打我 然后我哥就不高兴冲上去就打他 这个念小学就让学校头痛的小霸 大王和双胞胎哥哥 常带头反抗老师 偶然一下训绕主任把他带到这儿 有些大哥哥骑摩托车来 他钥匙插在上面 他们竟然就把他骑走了 他骑出去没有多久就勒残了 勒残两个兄弟就不见了 因为让他阿嬷知道铁定会打死的 闯户的小六两兄弟躲起来 徒步从新化走到台南市区 躲到网咖打电动 直到身上没钱肚子又饿 才被找到 结果却没有被责骂 车也修好了才感到羞愧 来了以后 我们也没有办法 自得到这种学生了 我们根本不必去治他们了 三可疑 性不可改 个性改变了 我说我们真的没有在教了 我们就跟校长讲说 我们只是让他们来这里浸泡菜了 我们只是让他们来这里浸泡菜了 摸摸看就有没有酥酥的 对啊 然后今天他们旁边就有点烤烤的 涂上一层厚厚花生酱 那个花生酱也是老师准备的 点心就要来了 你好 好小喔 我学是我们的 谢谢你 是给孩子们的 没有失误 可以与感受的心 来享受我们的化身酷事 对啊 让我们来的课业 也都好 我们的课程的方式 她小孩 你才几年纪 她有从幼稚园 她才幼稚园 有 她爸爸妈妈 真的啊 她是学校老师 也是家长 陪着孩子们解答疑惑 他是退休英文老师来帮忙 八岁时的阿婷和哥哥 从小被认为是坏小孩 来这儿耳濡目染 现在二十五岁了 念电经研究所 哥哥在台达电工作 撑起家计也回馈来评读 不管在哪里我们都是坏 但是没有人会爱我们 来这边我们怎么坏 他们不会让其他孩子说 不要跟他们都在一起 他们会说 不应该这样 你可以怎么样 但不可能说一次就会天意的到 但是就是慢慢的 我们还是不断的坏 他们还是不断的包容 小时候爸爸就欠债跑路 妈妈也离异 一天到晚债主上门 是阿嬷辛苦拉拔大三个孩子 如今还教过了爸爸 如何脚踏实力 他其实很怕吃苦 我对他印象 我说你可以去做出工 他说不要那很累 但他现在却是在送米 对他是送米他说很清楚 他说一天不知道扛几十代 几百多代 然后有时候跑三楼四楼 我们做给他看吧 然后我们也都是会很爱他 妹妹很会 对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妹妹动不动 去关心爸爸 妹妹就动不动爱你啊 年长的阿嬷脚发言不能走了 阿婷先休学照顾他 今天我跑去做那个电工 就是出工嘛 去打杂这样 去工地 其实他人听到说 你一个年轻人跑去做那个 能看吗 阿嬷喝咖啡耶 你怕睡吗 阿嬷是没喝睡吗 一个变乖了啦 生命会影响生命 阿黛牧师开朗乐观 孩子都在美国工作 他来台之后 因缘忌讳把一个一个孩子 拉向正轨 这边让他长大了 他会很会秀 我先穿 只要穿衣服 我穿的都不是我的东西 真的喔 应该裤子鞋子 是死人的 人家走了以后留下来给我们 我们在这边已经什么都不忌讳了 你只要你需要的 你合身的 你穿这些装子 你没有看过这样的音响设备 也是挂起来的 你没有保险的话 你就很怕从下面走过去 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不小心 完全都是客难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业励 孩子学业励 有时候就一排排出来 这25排 大的那个平印机 这台是真的爆灰的 爆灰是什么 拆的这样子 里面可以用的电线 什么 我们还是把它拆下来 可以打开打开 我们就是这样在勾制 我们不会浪费 吴牧师还尝到安宁病房陪伴长者 看尽人间苦痛 却都能陪他们笑着离开人世 哪怕他自己 曾经被医生判三个死刑 这是恶性肿瘤 你身上 我身上好几十个 皮肤都不会弹回来 一段时间 可是你还是看起来很快乐 我随时都很快乐 我会跟医生讲说谢谢你 身上有肿瘤不痛吗 他笑说乐观开心就是最好的药 就像这台已经腰斩的电风扇 经过手术盯上铁片 又一样吹拂 吴牧师只想着有生之年 要赶紧把好观念传授给孩子 陪伴的力量竟能如此强大 让孩子散发生命的热度 无惧而充满勇气 潮准备